请 老舅 老舅 他们都去找过去了 大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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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找着 没找着 他能去哪儿啊 大姐 找着吗 没找着 找着吗 这孩子能去哪儿啊 没找着 你们刚才都去哪儿找过了 这前山后山都找遍了 我们刚才来的路上 也路过大河 看了根本就没有 我从大垫子 一直找到高架铺子没有 这俩还能去哪儿呢 好来天马上就黑了 都别急 都别急 肯定是在附近不能走远 老舅 会不会去你那深园子呀 就你那窝棚那儿 我那深园子有看山的呀 他们要是去那里了 那看山的早给送回来了 那能去哪儿啊 我想起来了 那拉子高后边不是有溶洞吗 这俩孩子耗机心强啊 应该能去哪儿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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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夫 来 大姐 你吃点饭 过来 婴子 你打你 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了 你俩吃饱了没有 吃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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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你快点过来 你俩说说都犯什么错误了 你先说吧 还是你先说吧 够嘴笨 那不你先说 你这当哥哥的单身妹妹啊 去熔洞 你胆个大呀你 那好吧 那我就先说 大大声 嗯 嗯 我听洪志就说 说熔洞里有鸟蛋 然后我就想啊 有没有可能是活鸟蛋呢 我就和胖胖 一一起去 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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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说错误 别说过程 说错误 错误就是 就是 我们走的时候 应该跟大人打招呼 再就是 再就是我们太不注意安全了 嗯 完全被好些心去舍 忘记了我们要是出了危险 父母和亲人们该有多么着急啊 嗯 是 身体发肤受制父母 我们要是出点意外 难过的是你们 百善孝危险 我们只想着自己玩得高兴 没想到父母和亲人为我们着急 我们就是不孝 心里什么都明白 故意气我们是不是啊 对对对 现在行了 说得都挺好啊 就这么地方 对对就这么能 老舅你别管 妈就回来就就就 妈 杀人不过头点地 你还想怎么样啊 怎么回事你 这样子是不是 这样子还打你 行啊 行啊 打得挺好 还得下转 还得下转 徐老大 徐老大 老大 有事啊 我跟你汇报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天大的好消息 生要这种感觉 你您怎么回事 都是你的 就别生了 喂 喂 周子 睡了吗 马上 有事吗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你说 两百万好像有变卦了 我不相信他没有钱 可他一拖再拖 我不知道他打什么主意 他没理由变卦啊 你要相信我的判断 如果两百万改变了主意 如果不给我投资 我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你也知道啊 我给你们家推股的钱 都是我企业的流众资金 如果两百万不及时投资的话 恐怕我的资金链就要断 喂 竹子 你在听吗 我听了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我 我能帮上你什么忙啊 竹子 杨百万一直对你的意见很好 你能不能找找他 做做他的工作 我说话杨总也不能听嘛 至少你可以去试一试 我 不想管这些事情 那我明白了 那我明白了 不好意思啊 打扰你了 那我明白了 你不明白吗 你不明白吗 如果真的听话 记得到 不再名义 你不明白吗 你不明白吗 这种清楚 说我 去掉尾巴干嘛 有了 你不明白吗 你不明白吗 你不用谢我 你要是能收到钱 也可以早点把我的骨 退回来 不管怎么说 我都要谢谢你 那你早点休息吧 乖吧 怎么突然降价呢 谁能降到两块一毛骨 我刚听这架子说我也翻嘀咕啊 我 我就给那陈志良打电话 我说那陈哥呀 你 你可不能忽悠我们 拿那个 那个发霉的长毛的高粱卖给我们 那不对呀 这 这老小子一听直接剑了 就是我是那种人吗 我告诉你 这些高粱都是我顶账顶回来的 就算是顶账 那不应该降价啊 是吧 不是 这事啊我也问了 他说他着急用钱 说要给他儿子在那个 外国的哪个城市买房子 这公馆是哪儿了 他既然降价的话 那咱就要 他 他有多少 三十吨 太多了 小悠 喂 喂 你给他开张支票 明明一早呢 让张刺儿去给我们酱 不是 明天早上我怕来不及 我这让出租车在门口等我呢 我 我准备连夜就走 那你就现在开进啊 你现在给他开张支票 没事 你去吧去吧 别着急呢 走 来 有去吗 大姐夫啊 这事可靠吗 应该可靠啊 大姐夫 这个人啊我见过 我今天去洗澡 看见他跟一帮人 他们一边洗澡 一边讨论黑彩的事 我听他们说 玩黑彩赔了好多钱 张三 对 哥 我劝你还是谨慎点 别让嫂子就开支票了 不行 我给你陈老板打个电话吧 别到时候 你这一说吧 我呀 我这心里还就正是虚的话 你赶紧打吧 吃饭吃 他怎么可能跑去玩黑彩呢 我也不知道 陈老板 我听他在说黑彩的事情 是是是 现在单干了 哪发财呀 就小打小闹 我呀想问你一下 你那儿有三十吨高粱降价了 降到两块一毛五 是是是 我呀我让张三啊 去拿了支票 明天呢找你去进货去 行 你来呀 你来咱俩好好喝顿酒 行 好好 谢谢啊 大姐夫 看来这事是真的 应该假不了了 大姐夫 你们这跟我神速的 没几天就当老板了 我们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这 这不透了两天吗 我跟你大姐多点小别扭 嗯 他不就来你老舅这儿来了吗 然后我就来这儿来找他 这正好听说这村里边有一个 这酒厂干不下去了 那我跟大姐一和谐就 接过来吧 多快 我今天都出酒了 哥 欲速则不达 这是不是太快了 因为神速 把条件具备就干 如意什么 大姐夫 那你这生产出来的酒 你准备往哪儿销呢 哎 我还想跟你商量呢 你现在那儿不是 代理很多产品吗 我这酒 帮我销了呗 没问题 我们现在这边建立的代理网点 大概有五百多个 还有一百多家饭店 帮你销售酒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万事具备之前东风 艾兰你就是我的东风 我要发财了 不亏待你 行 大姐夫 但是我 丑话必须说在前面 咱们的合同必须签得清清楚楚 你什么价给我 我呢是先付款给你们 还是说卖完了之后再付款 先付款是什么价格 卖完之后再付款是什么价格 这些东西必须清清楚楚写在合同上 只有这样我们的合作才能长久 你们看看 还是我阿拉兰姐有商业头脑 那是 识别三日刮目相看 没问题 刮什么不刮呀 刮着眼球了啊 行了 好了 高兴就笑白了 走了等等 走了 老蓝 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 你放心吧 我刚才给陈老板打了个电话 人家说有这事 你打电话了 嗯 那我就放心了 大姐 怪不得你们退股 退得这么痛快 原来自己当老板了 当不当老板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不愿意跟赵金芝在一起干 他一天天总耍心眼 你说累不累呀 你说这人吧 你说他情商智商都挺高 他要是不耍心眼的好好干 那是把好手 你说这么多年你跟他在一块 你累不累呀 艾蓝 我现在不累了 什么现在不累了呀 我跟他离婚了 离婚了 嗯 嗯 对 是的 祝贺你们 这水 这水是不是好 你看这水多清啊 哎 这空气也好 空气也清新 你说要是在这样的地方 种几亩地 养一群鸡鸭鹅 日子也能过得挺甜蜜 采菊 东篱下 悠然陷南山 可惜啊 可惜我们不是桃园民 我们每个人都向往这田园风光 可是我们又喜欢住在繁华的城市里 人可真是矛盾了 矛盾啊 确实矛盾 人最大的痛苦和烦恼 都来自于欲望 但如果 人要是没有欲望 那跟行尸走肉 又有什么区别 确实没有 所以 人最难做的事情 也是最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控制欲望 燕子 我挺佩服你 佩服我什么 我说句难听的话 你别不高兴啊 老杨家那么有情 你却毫不留恋 拂袖而去 不带走一毛钱 一般人真的办不到的 物质带来享受 精神带来快乐 可能 我想要的就是快乐吧 其实我也挺佩服你的 佩服我什么 你也是这样的人啊 那这么说 我们两个人是 香味相同喽 咱们俩呀 可真能自己夸自己 你说咱们这种人 别人不夸咱们 咱们再自己不夸咱们自己 那显得太不自信了 艾松 你说自信是靠能力 还是靠境界呢 人的能力能多大啊 能力再大的人 能把这山川河流 搬到他们家炕头上去吗 能力啊相对大 静界绝对 你笑什么呀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 今晚挺愉快的 这田径的空气 潺潺的流水 还有这么好的交流 今天晚上确实很愉快 其实 人活在这个世上 最想得到的 和最难得到的 不是金钱和权力 而是愉快的心情 可是 我们常常会忘记 什么是最重要的 人活着 说容易也容易 说不容易 也不容易啊 妈 我看你脚像情绪不高啊 没有 你是不是跟我爸又吵架了 想让你跟我爸的照片怎么没有了 想让你跟我爸的照片怎么没有了 闺女 有一件事 妈妈不想瞒你 而且 妈妈觉得你是个大姑娘了 也瞒不住你 什么事 妈妈跟爸爸 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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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呀 为什么 只有你爸知道 胖胖 你干吗去啊 我要去找我爸问清楚 为什么要跟你离婚 你别去了 你去也没用 他不会跟你说的 他不会跟我说我一样的问 我一定要问 胖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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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爸呢 不知道啊 我爸呢 不知道啊 碰碰来了 我爸呢 你爸爸到丹洞办事去了 丹洞 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 办法 老舅 我爸呢 我爸呢 你别怠惰了 你别怠惰了 这大人的事啊 先过来 过来 就别怠惰了 你别怠惰了 你别怠惰了 你的任务啊 就是好好学习 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让你的母亲 让你的父亲 让你的父亲 给你感到骄傲 和好了 好好不后 别怠惰了 别怠惰了 很大人都为什么总要这么少 为什么就不能和和其妻地生活在一起 能 能 能 你问老舅的这个问题太难 老舅也回答不了 老舅 我生了大几家的孩子 我好可怜 老舅 老舅 有老舅呢 凤凤 别太难过 有老舅 有老舅 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点啊 艾兰 别碰了 喜客武叔那调味品场 对咱们非常满意 说咱货抽得快 款打得及时 说以后还可以先发货后打款 已经是很给咱们面子了 饮料矿泉水卖得怎么样 好 这大热天的 货出得非常快 卖得好就好 对了 我大姐夫弄了个酒厂 他还跟我说 等他们出酒了 就要给咱们做代理 太好了 看来咱这生意啊 是越来越兴旺了 这条路总算是蹚出来了 韩总 韩总 怎么了 派出所来电话 叫你去一趟 派出所 小刘堵黑彩被抓了 哈 来了 艾松 呦 二姐 你怎么来了 小刘 被派出所给抓走了 因为什么事 我刚从派出所回来 杨永明跟我说 那个新员工一直在给一个黑彩老板工作 张三就在那儿堵黑彩 欠了那老板不少钱 张三能不能拿着大姐的钱去还债啊 我也有这种担心啊 快 给大姐打个电话 好 大姐夫啊 我二姐刚才说啊 他们单位有一个员工啊 被那个派出所抓起来了 因为堵黑彩 据那个人说啊 这个张三啊堵黑彩 说得特别惨 欠那个黑彩老板很多钱 我跟二姐担心 他要拿你的钱去还债去啊 不能吧 我刚才还给张三打电话呢 他说火车都已经过了四平了 那他不会骗你吧 不能吧 我听着电话里 那火车光弹光弹直响呢 行吧 那你也得加点小心啊 行 那我知道了 谢谢您啊 总啊 怎么样 大姐夫说没事的 我总觉得有点悬啊 是 我也觉得大姐和大姐们 这个事办得嘛 太急 太仓促 是有点着急 艾松 胖胖在你这儿吗 在艾淑那屋睡觉呢 胖胖心里特别难过 大人离婚 打人离婚 来 换衣车 别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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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干什么 不是 你谁呀 凭什么不能干呀 你是这儿的老板吧 找办公室谈谈吗 你们先干着啊 这怎么回事啊 合同你看清楚了吧 我叫黄建明 五年前呢 我在这院里啊 干了个骚死厂 我当时呢 就把这块的房子 都买下来了 后来我厂子不干了 就把这些房子啊 租给了齐永利干酒厂 一年的租金是三万块钱 他欠了我三年房租 一共是九万块钱 不是 这 这齐永利说 他这房租是买的呀 你没看房租啊 那谁的名 不是 他骗了 那 那您想怎么办呀 很简单 要不 你把齐永利欠的房租 补齐了 要不 你就别干 这 他这事你不能找五怀啊 我不知道你找谁啊 找齐永利啊 他都快盛要饭的了 他拿什么给我 那 他给不了你 那他也轮不上我呀 是啊 的确这事啊 轮不上你 可是许老板呢 要怪就怪你点呗呀 你说你都搞不明白 这房子什么状况 你就出酒 两条道是你选吧 要不走人 要不换钱 我给齐永利打电话 别打了 他早就不接电话了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轻点啊 那你不行吧 不是你跟我喊什么呀 我告诉你徐老板啊 我给你三天时间 你考虑会儿 我等着你回复啊 谁呀 催命鬼 催命鬼 催谁的命啊 催我的命催你的命啊 看啥呀催 赵老板 你尝尝 怎么样 我喝的差不多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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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行 这样 你派人把这批酒拉回去 我不要了 白经理 别这样 我们都是老客户 你别忽悠我了 还老客户呢 我们经营这个樊城股销 已经很多年了 一直卖得不错 可这批酒到底怎么回事 这这辆差的也太多了吧 你 你是不是在哪儿整的 这个小烧酒 灌到瓶子里拿出去卖 赵老板 这樊城股销 可是老品牌了 你可别为了多挣这几个钱 把这个牌子给砸了 白经理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损了 我赵金智 也算是个有品质的人 我总不至于 去小作坊进一些酒 搬到瓶子里拿出来卖吧 你真的把我当成 卖假酒的小贩子了 你说那个都没用 这酒的质量你品了吧 你品了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批酒的质量为什么这么差 我给你解释 我们厂原来的调酒是跳槽不干的 但我们厂还有一位 我以为他会不错 我也没想到他把酒调成这个样子 确实味道不同 那你说怎么办 我让人把这批酒拉回去 给你造成的经济损失 我不给你 等他妈把酒调好了 我们再合作 怎么样 也只能这样了 都别干了 别干了别干了 干什么干呀 再过三天酒厂都不是咱们的 好 徐宝兰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大男人 结果你就是个废物 你说你想开这个酒厂 这些事情怎么不想清楚了再干 急急忙忙的 出事了吧 那谁能想得到啊 你要想做生意 这些事你都应该想得到 你跟我一起来你想到了吗 我不是女的吗 女的怎么了 你都在那里傻呀 你跟我喊啥呀 徐宝兰 你傻还是我傻呀 当初那齐大脑袋急急忙忙 把这个酒厂卖给咱们了 我体会提醒你 我说是别出什么事 当初你就说没什么事 结果呢 出事了吗 出大事了吗 所以你 这酒厂刚开工 就抄到要九万块钱房租 不是把咱们往绝路上逼去吗 有急了我 我把这房子点了 我要看谁敢要房租 点吧 你把我也点了吧 把我活话了 我也不想活了 不还能死去啊 就知道和王汉 我这还一事没跟你说的 还有什么事啊 刚才艾松来电话 说张三赌黑彩欠了不少钱 我这有点害怕呀 害怕张三拿着咱们钱 去还赌债去 这东西好啊 新出的吧 厂家最新的产品 他们拿来做网告就给我们了 这才送您了 你喜不喜欢 喜欢喜欢 有了它就不用买果汁喝了 什么时候想喝 买点水果一炸 这多方便啊这个 就是的 来来来您尝尝 味道怎么样 尝尝 好喝真新鲜 我也尝尝我的手艺 嗯 是不错啊 竹子 你来不是单单送我这炸汁鸡的吧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没事啊 我就是来给您送炸汁鸡的 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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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事吧 杨总 真是个老狐狸 你这小家巧还想逗我这老家贼 你这小家贼 是不是为你二姐夫的事来的 他现在 已经不是我二姐夫了 赵金芝不是你二姐夫了 什么意思啊 他跟我二姐离婚了 离婚了 离婚了 杨总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就冷定一听赵金芝离婚了 有点意外 因为啥离婚呢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你不清楚啊 杨总 您这话问得挺奇怪啊 我应该清楚吗 不清楚 不清楚就不清楚吧 那行 杨总 榨汁鸡我送到了 我先走了 竹子 你还没说事呢 我没事啊 我没事 我就是来给您送榨汁鸡的 你不是有事吗 我什么时候说了 走廊 杨总 这丫头 真够聪明 你不是给我打爆瓢吗 你不是让徐宝来走了 地球照样钻吗 你尝尝这酒 这满味儿 你是把害我的是不是 你是把害我的是不是 赵总 我 我就是按照他们方法调的 这酒的味道 咋就不对呢 喂 竹子 我去找过杨百万了 他怎么说 我没跟他说投资的事 那你去干什么 我一开始是想说来着 可是后来我没说 你既然去了 为什么不说呀 喂 喂 竹子 你在听吗 我听了 我问你既然去了 为什么不说 二姐夫 为什么你就别问了 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 养百万不会给你投资了 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他为什么不投资 他答应过我呢 他凭什么不给我投资了 他怎么说话不说话 喂 竹子 喂 可崔 我走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你手机关机了 不可能关机 刚才打电话还听到火车响呢 我这 不信你打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手机关机 只要他手机已关机 他肯定 肯定出大事 那你给黑龙江那个陈老板打个电话 你问他看没看见他本人 陈老板 是我 你是许长长吗 我许宝来 那个 我问你一件事啊 张三到你那儿都没有啊 没有啊 我没有看见啊 他没到 不是 他没给你打电话吗 他给我打电话说要过来 可是到现在我没有看见他呀 那我们到你们那儿的火车是不是已经到了 那他火车三点钟就该到了 现在都四点半了 早就到了 那就是说就是 他肯定没去你那儿是吧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我没有看见 我还能骗你吗 好嘞 好嘞 陈老板 没事 没事 我来啊 张三肯定是骗咱们了 你赶紧给艾总打个电话呀 你给他打电话也没有用啊 不是 你就告诉艾总 你就说张三给他俩骗了 让他找杨永明 杨永明他俩不好吗 喂 哪位 艾总啊 我是你大姐夫 大姐夫啊 怎么了 艾总啊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出什么大事了 出什么大事了 出大事了 老婆 出什么事了 赵老板来了 自己找果汁喝呢 挺懂得保养啊 艾卓送给我的 那他就没说别的 没有 杨白万 我特别想知道 你到底跟艾卓说了些什么 让他把本来想跟你说的话不说 我没听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杨老板 社会上流传说你是只老狐狸 可再狡猾的老狐狸 他狡猾得有目的呀 你跟我耍心眼 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赵老板 你真是过奖了 来 喝点果汁 消消气 是 杨老板 我也不跟你兜圈子 你给我句痛快话 投资龙凤酒厂你干 还是不干 干倒是想干 可是 钱还没回来 你还得等啊 你耍我是不是 我耍你了吗 我没有 你要是觉得我耍你了 那你就错了 因为 我还没有学会耍人 后面 我板子 我学会耍人 什么事 我学会耍你了 我有一个荒野 我学会耍你了 一辈子 我学会耍你了 我学会耍你了 不给云生命 我学会耍你了 我 忘记离去的你 却又唱起了你叫的歌谣 我 没有了你 我 心里知道 我知道 我 记得 留下孤独的我 走向天涯 走向海角 我 记得 戴上无言的爱 从此失去 心里的微笑 我 与影同行 我 心里知道 我知道 我 想那一只火鸟 无声的燃烧 我要唱那一首歌谣 伴我天涯海角 都可以獲得 但是 你冬天 别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